大家好,我是Marco,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。 在这一段视频中,我将向大家演示FanBI中排序的相关功能。 这里我已经提前做好了一张合同金额关于省份的分组表。 FanBI默认以维度的拼音首字母作为排序依据, 而实际情况中,我们往往更关心关于指标的排序。 点击省份的下拉三角,发现有升序和降序可供选择。 在升序后,点击合同金额。 此时,分组汇总表变为以合同金额进行升序排列。 此外,我们也可以根据维度的值进行自定义排序。 在下拉菜单中,点击自定义排序。 我们将江苏省拖至第一位,点击保存。 观察分组汇总表的变化。 江苏省出现在了省份的第一行。 排序的一个常见应用场景是结合过滤和图表,进行topn分析。 点击省份的下拉三角,让省份根据合同金额进行降序排列。 对省份进行维度过滤。 选择合同金额的前五位结果。 在topn过滤方式中,输入n等于5,点击保存。 切换为柱形图。 这样,我们就快速得到了一张集中展现高销售额省份的降序分析图。 以上就是FanBI中排序的相关功能。